也会说话 它就是想 就说明啥呢 外表就是脆的 好了 这个菜就做好了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做的是红烧小丸子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吃健康 来 首先呢 是第一个步骤 把这个花椒润啊 用嘴洗一下 强调的是花椒水 调这个馅儿 或者呢 用这个花椒面 馅儿 都可以 其他的呢 也可以代替 但代替归代替啊 你吃不出来那个真正的那个 红烧丸子的味儿 开锅以后呢 把这个水 剂出来 来 你这回就看出来这个 花椒水这个浓度啊 非常好 肉馅儿呢 手工剁 黄豆粒大小的 丁就可以 选材呢 要三肥提瘦肉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做这个 葱姜味儿啊 直接就放到这个肉馅儿里了啊 一往我做过这个菜啊 咱们那个使用的是葱姜水啊 呃 那个呢 是味料炸的时候 这个特别这个葱放里头才爱糊 是吧 咱们呢 这回呢 告诉你个技巧啊 尽量不让它糊啊 干起糊的呢 好上手啊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放到馅儿里面的 来 细细的切 首先呢 看 花椒水 两勺 酱油 酱油 二十五克 盐 给个六分口啊 这叫六分口 再加上水 再加入 淀粉 淀粉 淀粉呢 到 二点啊 肉质多少一斤 再少加一点水 好了 这一点水就快一两了啊 来 行吗 干这样 搅着 搅着 拉丝 较可最佳 来 慢点的 看哈 这就叫拉丝状 来 拉丝状 再搅 速度快 两分钟 一个劲搅 越搅越粘稠 好了 现在呢 开始挤丸子啊 油温呢 看一下这个 现在呢 是 六层半 只七层啊 我把火关掉 是吧 八字形 八字形 OK 后面呢 助推器 这样 做 就除了丸子了 看一下啊 我照小丸子做的啊 这样 看看 没有糊吧 哎 也就是说 下住这个火哈啊 炸至 先下的已经熟了 后下的刚绑住皮 哎 连 先下的 后下的一起捞出啊 接着再往里下 然后从第一锅 第二锅 第三锅 都混到一块 同时再炸 就可以 好了 好 来 朋友们 玩了一下啊 温度不宜过高 这是 六层热 不到七层啊 六层半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一下啊 有的朋友说 这里头能加鸡蛋 是的 这个叫红烧的 不能加鸡蛋 这个要求的入口呢 外表皮吧 多少有点脆的感觉 而里面那个肉呢 吃的呢 它有点嚼劲 如果你放入鸡蛋 它就发黄了 好了 朋友们 咱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样 来个特写 现在反还没上来 翻动翻动 让它散开 在下锅里炸 我呢 糊液得大啊 它就不会 糊边 哎呀嘛 这个丸子要想成功 炸好的丸子 也会说话 他在想 这个丸子 就说明啥呢 外表皮是脆的 现在呢 我把火关掉 咱们连听一下声音 再看一下颜色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油倒出去 放入葱姜蒜 放入黄酒 加入酱油 好 加一点老抽 现在呢 有老抽 过去没有老抽 没有老抽 怎么办呢 加这个糖柴 这只老抽就是糖柴里的一种 都对了 这个颜色可以 现在呢 把王子下锅 好 过去的老师傅的话说 让它稍稍回下软 加上味精 这些 小甜口 比红烧肉那个口 越微猛一猛 或者呢 就红烧肉那个甜口就可以了 然后呢 加肉淀粉 把馅儿呢 把馅儿呢 挂在煮料上 腾现出琉璃罐 来 就可以 就叫成功 最后 加入 材料油 没有材料油可以不加 也可以加点什么呢 再加这个香油啊 好了 这个菜就做好了 朋友们 咱们往前来看 这个 一个是看这个 丸子的表面的亮度 啊 叫小娃子嘛 直径最多是三公分 要是大娃子呢 三公分半尺四公分 啊 直径 然后呢 再看 这个汁 啊 看这个汁 汁 汁 汁和油 之间的比例 你看一下啊 这个今天呢 颜色啊 还算 可以 关键说这个汁汁还比较合格啊 外面那个王子的表皮 会有 小刺 小疙瘩 那个是脆的 啊 入口呢 吃的软 然后呢 有嚼劲 比较滑嫩啊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